小艇9公尺长而已 你怎么过台湾海峡 这笑话 这一定是母子船丢下来的 这一位60岁的老翁 60岁来投奔什么自由 就是说这是骗人的 第二个就是抓紧一件事 端午节连假 国军战备最松散的时候 路线是盲区 时间也是盲区 最松散 然后淡水河口 游艇进出的船只最多的时候 他趁这个时候混进来 这是计划过的 海军署讲出那个话 真的是骗外航人 他说因为进出港很多船只 所以我们搞乱了 我当过情报官 大兵要做一个回报 叫做渔船航机图 我从哪个港出去 出去多少艘 他怎么跑 跑什么时候回来 每一艘都管制 你说搞不清楚骗人 绝对骗人 一定知道 我们的监控系统上面没有问题 海巡署长率相关干部 亲上火线 认了首度的中国快艇 直闯淡水河口 就是因为人员执勤 有疏漏 当时的淡水河口有将近57艘的 不明目标 更接近的说有30几艘 也就是我们同仁会误判为 就是常态性座位的渔船 以至于在没有通知海巡队 根据航机图来看 9号上午9点44分 雷达在六海里侦测到快艇 9点52分 雷操守误认是我国渔船 通报弹二守望哨协助辨识 10点15分 第二次通报巴黎守望哨 这时快艇距离只有0.5海里 而直到10点20分 守望哨才牧师 确认并非我国渔船 零应通报海巡 却因叫班没做到 直到10点25分 快艇擦撞到交通船 54分借获交通船通报 11点10分快艇扣港 海巡才江 人逮捕 监控 护士 没有立即派艇来拦截登舰 中间有30分钟的空障 所以严格长来讲 2点疏失 针对北部分署分署长 一直到雷操守 总共有10位分别处以 深陷到寄货的处分 出现国安漏洞 内部就责 也要弄清来者和人 因为这名中国籍男子 曾具有中国海军舰长身份 大陆时承认少校庭长职务 如果完成真实的程序 依照过去的案例 判处有机独行 刑期执行完毕后 我们来办理前款作业 首次有中国籍快艇 闯入淡水河口直接靠港 国安出现大漏洞 除了海巡得好好检讨 也得查清共军前舰长 背后目的 恐怕不是偷奔自由 这么单纯 川哥这真的太离奇 到底是投奔自由 还是来摸底的 来看我们的漏洞的 没有人知道 可是没想到 这个漏洞还真给他摸出来了 一个人架的快艇 架到我们渔人码头 我们海巡署都不知道 海巡署现在陈储了十个人 对不对 可是川哥你说 这不是十个人可以解决的 起码上这两天 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我看到的是头皮发麻 是 这个叫做解放军灰色作战 我们海巡署灰头土脸 在以前就是在前线摸哨摸到你的头都掉 你都不知道 而且他们不是来这边试探的 对 他们是在验证的 这才最可怕 是 什么叫验证 其实坦白讲 刚刚你讲过这边的嘛 解放军这个简体制 因为淡水河口快速的进来 攻占关渡 然后成为一个压制首都 从七十年前八十年前 蒋介石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我们都知道 而现在呢 我们的军队知不知道 也知道 所以在这边呢 也做了很多反对路的测试 但是 你知道这艘船里面 有一件事情 根据那个联合报的说法 那才恐怖 它是经过的时候 对不对 它从淡水这个河口的西北边 切进来 从西北 就从这边这样切过来 切进来 这切进来的意思是什么 刚好这边是 因为我们海军 都有一些巡守的 对 范围 在澎湖淡水这个区域 东北这个淡雨 刚好这个是交接处 它切到一个死角切进来了 它知道 代表着它知道 这是盲区 然后我们还真的被它证明 我们是盲区 所以它是不是在验证 这个盲区的路线 它怎么会走这条呢 对 它是不是事先知道 如果囚犯自由 就是看到梗口就冲了 它怎么会专走这条盲区 对 这是第一个恐怖的事情 对 第二个呢 管兵你讲了 陈军是海军军舰的舰艇长 去舰长60岁了 我头皮发麻 舰长 你在解放军当到海军舰舰长 你在平常的地方有多好过 对 你会想要投奔自由 你自由心跟团来就好了 可是这里面可怕是吧 开船来 坦白讲这里面就两件事情可怕 第一个 舰长知不知道这些义官不知道的战略战术的情知 知道 对 第二个我也60岁了 对 我有这种体力吗 你说这个船 它开的是这种小艇 这个小艇开挂开7个小时 这个船呢 武顿 对 你知道我们黑水沟是什么说法 随时会翻的 你武顿敢开过这个台湾海峡 而且从那个现在一直说没有子母船 它是直接从福州那边移入开了260公里 对 刚刚公布了嘛 19节嘛 19节 19节乘1.8嘛 对 那个就是属于1公里嘛 大概3780数 34左右 对 35嘛 它要开7、8个小时 那个是可人吗 船都不翻 开7、8个小时 开来台湾 连手都没有晒伤 连都没有吹黑 这么小的船 我跟他上岸的时候衣服都是整齐的 你相信吗 对这个 所以呢 有没有子母船 那没有真扯的 另外一个更扯的 不是讲12海里吗 对 12海里叫领海吗 对 6海里才发现 对 那代表我们是不是就告诉了一件事 我们雷达是有盲区的 他说我误认为是渔船 误认渔船 那更扯的是什么 说刚好是交接期间 对 那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你如果渔船 小艇渔船认不出来 那野马 野牛气垫船认得出来吗 你是哪个十艘八艘 你挡得下来吗 还交接 哪有真的只有交接吗 对 我们以前说24小时 我们是防空的 永远至少两个人以上 军官要出去 要先告诉司官说 台长要尿尿 对 你先进来 对 难道这样子的话 代表我们这里面多松散 是 然后所以呢 今天很可怕的是 他今天来 如果说今天 不见得一艘船 这么小的船 再几个人 也不会带一个改死队 对 上面有个炸弹 在舆论马船那边 砰 首都附近看到那边冒烟了 对 人心士气 受到多大影响 是 然后他今天这个西北 这边切进来 我刚才 中国解放军 现在看这个所有的资料 都已经知道了 Bingo 以前这边的验证 所以今天可怕的是 验证 对 验证要做什么呢 就是你讲到了 野马野牛 他们最早的时候呢 是从苏联那边买了野牛戏船 对 然后开始呢 中国很强的叫726嘛 就立项工程嘛 对 也开始做这个了 然后两个大风扇 那个推进去一吹 对 然后直接就给你冲上来 然后当时他们曾经有 公布一个公台画面嘛 是 那个野牛戏船 这上面做得比航空不坚大 对 可是事实上 如果 洞七五 在二十四海里外 突然放下来了 对 突然放下来之后 以我们海巡这样的一个态度 我们六公六海里才会发现 六海里才会发现 下午还开计程会说 因为我们最近的船 在离那边二十分钟 海巡的船 所以我们如果船要重新启发 要二十分钟 对 人家早就给你冲进来了 是 所以我说今天可怕的是 野牛戏船 上面有两艘 两栖登陆艇 对 或带了几十个人 如果这样一冲进来 他就斩首行动了 斩首行动就往前面冲 而且更好是什么 他是9号11点 对 上了码头之后 有人看到了 还现在有新闻还没说清楚吗 那如果是半夜三点 对 半夜三点 因为我们这个状况 所以我说今天可怕的是什么 让我们头皮发麻事 海巡署 如果你们还是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真的代表着你们非常的落后 好 非常谢谢壮哥 这是一个没有烟消的战争 两岸之间在军事的对抗 是从来没有停止过 其实坦白讲 我们才刚让中国落去 对不对 我们F16锁定殲16 对不对 中国也来让我们落去 对不对 这是没有烟消的战争 这一个是重中之后 余将军你在这边军演过 你在这边演习过 我们把整个淡水河口 尤其是渝人马头这边 当成最重要的密集射击区 中国如果来 我这边就是要把所有的森林涂炭的 就老共间派一个人来 一路开 如露无人之际 开到渝人马头再上来 这是多大的此路啊 余将军 我要跟大家讲 其实淡水河口 以淡水河为界 北岸南岸 我们陆军都有非常大的兵力在驻守 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 陆军没有平面雷达 陆军以前有 以前在没有把海防交给海巡的时候 我们有 我们有平面雷达 后来交接之后 我们的雷达全部交给 你不愧是当将军的 你第一句话就说 这是海巡的锅 我陆军不背 不不不 我等一下会讲 而且陆军不会有交接上厕所的问题 我等一下讲 国军也跑不了关系 第一件事 陆军是近海雷达交给海巡 海巡来做 我们是做二线防卫 可是还有一个 海军的24海里的雷达 你怎么没看到 你怎么没看到 你一定会看到 不可能看不到 因为24海里的雷达是海军在守的 12海里以内换成海巡在守 它这个有交接的进度 你看到一艘 这个船 所以还有海军的锅 海军不要跑 海军怎么可能海域不监视的 海军监政指挥部在干什么 他也在淡水 他的监政范围比海巡远 对 比海巡远 然后他看到了可疑的船只 你看为什么 中国的那些所谓的共舰进过 我们会知道 那就有监政指挥部在看 对 那这是怎么来的 真的是从对岸过来的吗 我跟他假设是真的弄个小艇 开七个小时 海军没看到我就认了 可是现在船 有可能是大船换小船 就是母子船 因为小艇你过黑水沟 命都没了 我在马祖待过 那个耐坡 你晓得 十七六十三流一回头 九公尺 这个小艇九公尺长而已 你怎么过台湾海峡 这笑话 这一定是母子船丢下来的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国防部也 海军说 不要隐瞒 这马上就汉光演习了 找出问题来解决 不要隐瞒 另外我再讲一件事 你要知道这位六十岁的老翁 六十岁来投奔什么自由 老翁 我也是 所以我说这是骗人的 第二个就是抓紧一件事 八号九号十号在干什么 端午节廉价 那是他因为很清楚 国军战备最松散的时候 我们以前 除了路线是盲区 时间也是盲区 最松散 然后淡水河口 游艇进出的船只最多的时候 他趁这个时候混进来 这是计划过的 另外我讲 海军署讲出那个话 真的是骗外航人 哪个话 他说 因为进出港很多船只 所以我们搞乱了 我当过情报官 我以前在马祖 专门每天跟长官 报渔船航击图的 你每天出去几艘 回来几艘 你都要清清楚楚 而且他那个雷达讯号回播 都清清楚楚 我们有一个叫做 你在雷达上看到位置光点 你叫假这是敌军 跟我们看飞机是一样的 所有的雷达兵 要做一个回报 叫做渔船航击图 我从哪个港出去 出去多少艘 他怎么跑 跑什么时候回来 每一艘都管制 那你说有一艘 不是我这个渔港出去的 怎么办 问附近的渔港 是不是你们的渔港过来的 要交接 所以我说 你说搞不清楚 骗人 绝对骗人 一定知道 就是告诉你 就是疏忽啦 这叫待乎职守 不是记过申戒 我以前在马祖 如果九六太害危机 这法办 这法办 按照战备规定 这法办的 这要移送法办 怎么判 那是法官来决定 那你这怎么会这么严重的事 今天他可以进来 19节 很慢 为什么你知道 大陆的071的两栖登陆界 大概就是20节 他就用这么慢的速度来验证 可是从两栖登陆界里面 放出来的东西 是野牛气电船 对 50节 如果今天他用这么快的速度 我告诉你 根本来不及反应 对 所以我才说这件事情 不是小事是大事 一定要深入检讨战备的间隙